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上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江偉 受到高空耀洞影響 香港今天的天氣一般 首先看看最新的雷達圖像 可以見到和高空耀洞相關的雨區 現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 這些雨區由西至東挨近香港 而且有些仍是伴隨著閃電 所以預計香港今天的天氣會有著雨 而且亦會有雷暴 各位今早出門都記得要戴上一把傘 雨量方面 由午夜到今早6時為止 香港大部分地區都下雨 雨量普遍是1、2米左右 至於氣溫方面 到6時為止 各區的最低氣溫 是介乎19至21度 至於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香港今天會有多雲 有罩雨及局部地區會有雷暴 氣溫方面 如今日最高會上升到24度左右 風方面是吹和緩至清淨的冬至東南風 至於展望方面 一起看一些電腦的預測 可以看到到明天和後日的時候 沿岸地區都會受到一些雨區影響 而且雲量也會比較多 所以展望香港未來一、兩天都會繼續有著雨 預計天氣到接近周末時就會好轉 今早的天氣報告到此為止 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 好